全民来公审 人民是头家 欢迎收看全民公审 今天是美国911事件满21周年的纪念 21年过去了 当年这一件恐怖攻击事件 造成无数的伤亡 生命财产的损失 以及国际上的动荡不安 当时人心的恐惧 大家到现在 想到那个画面 都还能够感受到那种震惊 这个事件不只是实质上的酷刑 也是精神上的酷刑 全民公审这个节目 长期关注台湾法税人权的发展 我们发现台湾的法税机关 竟然会用抹黑串谋 各种违法滥权的手段 用不流血的酷刑来伤害人民 造成了很多人非常大的痛苦 而且这是阻碍台湾的经济发展 和削弱国家的竞争力的重要原因 911恐怖攻击 它的目的并不是杀伤人命或毁损财物 而是在恐吓群众 这是战争手段 在台湾 恐吓群众确实经常发生 而且发动恐怖攻击的不是外面的敌人 而是原来应该要保护人民的政府官员 从1950年的白色恐怖 1996年的1219宗教抹黑事件 还有到2020年的919竹北黄妈妈事件 它这些跟911恐怖攻击很类似 都是在恐吓群众 为什么911是这么的恐怖 因为攻击行动的受害者 并非针对特定人物 而是不特定的 跟加害者没有任何关心的群众 所以人人都有可能是受害者 911恐怖攻击到今天已经21年了 即使首谋宾拉登已经被击毙 纽约市还是有许多受害人 跟受害者的家属 苦于长期的精神疾病 而台湾的11219 已经很早就被最高法院三审确定 是抹黑假案 却还有虚构的税案 来强夺人民的财产 明明知道它是假的 都还可以抽税 虽然台面上的1219的受害者 只有几位 实际上有许多太极门的弟子 跟亲友被媒体抹黑 被亲友误解 造成家庭适合甚至失业 这些都是长期的精神酷刑 那它为什么延续了26年 不但1219宗教抹黑 没有平反 还衍生出新的恐怖攻击 那就是2020年的919竹北黄妈妈事件 我认为原因是有不法的官员 因为捏造了1219宗教抹黑假案 而不当获利 这包括官阶的升迁 还有奖励金 各种刑事的不当利益 1219宗教抹黑事件再不平反 就代表中华民国已经被贪官拥有 不再是民有民智民想了 我们的刑事授法里面 白纸黑字写说 侦查不公开 这个侦查不公开 最主要规范的对象是谁 就是检察官跟警察 结果一直到现在我们台湾最不遵守 侦查不公开是谁 就是检察官跟警察 你看这个太监犯子 这个我们的侯大检察官不仅 不去遵守侦查不公开 他还上电视 去侦查大公开 他是检察官 检察官我们要赋予给他那么大的权利 就是因为你有法律的专业 你在讲人家有罪之前 你要起诉人家之前 你就是要有证据 你要根据法律 结果你的证据是从眼神 你是通灵 是不是 这边胡说八道 请问一下这个是不是互刑 他把整个的整个社会的舆论 全部污染了 就是这个有罪 结果呢 我觉得很讽刺的是 这位我们的大检察官 照理来讲 被告你十年 无罪确定了 你要究责 结果到现在他也没有究责 他不仅完全没究责 而且现在还是 华部的法医研究者的书 这个何其讽刺啊 你今天如果没有对象 何凡的这种究责 还跟他伸刀官 那其他的人看了会怎么样 有样学样啊 我举一个最近的例子 那个杀警案好了 你看到到了现在哦 我们这个侦查大公开 有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啊 你看在杀警案 全群情激愤之下 我们的警察官 我们的警察 他手边也没有 没有很确切的证 他只是根据那个 monitor 而且认为说 哦 这个看起来就跟呢 他们辖区里面的某个通缉犯 长得很像 就公布给媒体啊 说这个人就是了 啊结果造成怎样 结果造成了整个网络 开始揍搜这个人 而且当时我们的内政部长 还怎么讲 就说希望呢 看到这个人 警察要大胆用枪 啊可是呢 事后发现搞错了 你知道吗 那万一警察真的 听了内政部长话 你不是误杀了吗 这个就是侦查 大公开的危险啊 所以如果我们 在台湾就是很悲哀的 我们没有从错误中 去弃取教训嘛 所以才让呢 大家觉得说 啊这样的错误之法 那错误没有 不仅没问题 而且我还可以升官啊 台湾怎么会进步呢 从柬埔寨诈骗 爆出来的种种事情 就可以感受到 政府回应人民的态度 是很消极的 台湾青年世代的出走潮 凸显低薪 让青年变成台劳的问题 提供青年人一个安定 看得到未来的环境 是一个有为 有担当政府的责任 而这样子的环境 更应该立足于尊重人权 以及维护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 我是一名法税改革联盟的志工 台湾当前的税制环境 是很有问题的 许多制度上的不公义 都当人民陷入了无尽的痛苦深渊 根据我们司法院统计 2013年至2017年 高等行政法院税务述送 人民的胜数率 平均只有5.24% 台湾的行政法院被称为败诉法院 人民的财产权 自由权能够轻易的被剥夺 这难道不是一种酷刑的折磨吗 酷刑的定义 重在国家公权力的执行不当或默许 它被民主国家视为 严重侵害基本人权 因极力禁止的事情 但台湾的法税制度 因为没有充分的就责处分 因为官官相护 所以公然违法的事情一再发生 我还记得2001年9月11日的时候 我正是学生在纽约念书 然后有机会跟着我们的师傅 以及太极门的师兄姐 在纽约联合国旁边的旅馆 邀请各国与会总统及联合国大使 参与爱和平高峰会 没想到过不了多久 就发生飞机撞上双子星大楼的恐攻事件 因为当时我们在旅馆准备 从窗户可以直接眺望双子星大楼 也直接目睹了飞机撞上双子星大楼 这个历史的灾难时刻 过不了多久 双子星大楼就崩塌了 有上千人罹难 在街上看着幸存者 一个个脚步满山地走过 头发脸及身上布满了灰尘 眼神空洞却充斥着惊恐不安 这些人到底经历了哪些 是我永远难以想象的 随后师父就带领我们在MMM电视台 举办祈福晚会 师父在民众祈福疑点上 带领现场与电视机的观众朋友 一起为受难者祈福 愿亡者安息 生者安心 让我很安定 也听到观众call in进来 感谢电视台集我们 他说这样的节目正是现在我们所需要的 同年9月16日 太极门亲上文化访问团 预定到夏威夷 Hana Luna 参加Hana Luna 是所举办的活动 911恐攻之后 各个航空公司航班大乱 几乎所有之前预定的机位全部取消 但师父坚持 练武之人守重承诺 还是一定要克服万难前往夏威夷参加活动 最后终于排除万难抵达夏威夷 完成推广爱与和平的使命 经过这两段的经历 亲身感受到师父在遇到贤阻与危难时 所想的都不是个人的安危 而是想如何稳定世人的心 我在2001年的时候 曾经参与到太极门亲上文化访问团 来进行爱与和平的文化之旅 当我们到夏威夷之后 在隔天凌晨的电视里面 就看到两架飞机撞向双子星大楼 当下有被shocked到 而且我自己个人是体会到说 这个世界气场真的是沉沦得很快 我们真的是要好好跟着这个 洪道指博士来进行爱与和平 人权及良心的善行善举 来帮助世界 帮助这个地球 于是呢 这个众承诺的这个武术修行门派掌门人 洪道指博士 就带着纽约型的这个36位的使用师姐 飞来的夏威夷 真是令人非常的感佩 那接下来我们就在夏威夷的剧院 展演了一场远古文化之夜 在场中充满了祥和的祝福 以及真挚的情谊 并且在远古文化之夜之后面 接着就举行了民宗祈福疑点 练武之人首重承诺 即使灾难当头 掌门人夫妇与三十多位徒弟 仍然坚持飞往 被推测是恐攻下一个目标的夏威夷 并成功地在夏威夷剧院 举办祈福大典 台湘山市长和理事先生 由衷赶佩 因此特别颁发 台湘山荣誉市民给洪博士 并申告9月16号为 太前面气功养生学会 祭洪道子博士日 这场的展演 令当地的观众 感受到太奇门爱与和平文化之美 获得了非常大的回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